不怕不怕 家事公洗洗 82岁的曾阿嬤和志工互动热络 不断道谢 平时和小儿子住 淹水的时候慈祭送热食来 水退了慈祭人还是来了 感觉有了依靠 我坐在家里 我从来我家都没吃 我家都没吃 我家这么多人都没吃 这两个冠冬来吃 我也感恩 我买你很好的胚 谈的淹水区这次受灾也很严重 下午的安心家访 志工出动了100多人 走访470户 对关怀个案也会再评估 或许我们会 应该会再过来跑一趟 看看是不是还需要我们再来关怀 还有我们的清洁座 还有我们的库军 哦 我好烦哦 水退了想起大家的帮忙 麻豆港威里里长 心里充满感恩 带着慈祭志工一户一户家访 民众描述当时的惊险心有余悸 我们走后面 我们后面啊 阿董去姐姐那边啊 全部都平安回来了 最终是平安真的 这个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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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时撤离的民众 现在都已经回家清理家园 志工的心才安了下来 家访第二天 累计走访了1800多户 而关怀的脚步 还会再继续 那爱情报 判证周瑞平陈和生台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